大家好 歡迎收看古海飛揚 那麼今天的行情 指數已經來到接近17000點 我們看一下指數 這一波基本上我說 你拉高上來的話 短線的目標壓力區就先看17000 那今天最高就在16973 就差不多就到17000點 所以也代表什麼 壓力到了 所以壓力到了 你開高上去 當然今天出現一個開高之後的震盪 慢慢的一個消化 慢壓走低 當然是很 算是一個非常正常的現象 所以你如果要特別去解讀 你看今天漲不動了 我倒不建議 沒有必要去這樣做解讀 就是一個 重點是他在壓回過程中 量又縮下來了 所以我昨天有講過 當你遇到17000點壓力之後 如果他開始做一個壓回 他又是呈現一個量縮的話 那很棒 為什麼 因為他就變成什麼 變成有已經走出了另外一個全新的格局 價漲量增 那如果回來修正 他就量縮 所以一個多頭的要攻擊的態勢的話 你勢必要回到一個多方的一個量能的一個變化結構 漲的時候你要出量 那出量也不能夠異常的爆量 溫和出量 那拉回休息 拉回整理 就做一個量縮 再一次攻擊又量增 就這樣的一個方式模式的話 他基本上量價結構是沒有失控的 那今天做一個開高之後的拉回 就是因為他來到17000 我們之前就已經講了 上禮拜就告訴各位說 這一波就是先看17000的壓力區 當你到17000壓力區之後呢 指數如果開始做一個震盪整理 都是正常的 那既然量價結構都告訴你他沒有問題 那操作上面 個股上面 選股上面 你要去留意 其實現在的選股 跟幾個月前的選股 其實真的是不一樣 那你如果你現在選的標的 都還是在幾個月前 當時大家炒很多利多那種標的的話 你比較容易去買到 就是他只是短線在反彈 那你要延伸出去走一個波段的機率 這種標的可能就不多 所以如果你現在買到一個 只是在一個跌升的反彈的標的的話 你可能就是做短線價差啦 可以 但是如果你要多賺一點 能夠找到波段標的的話 你要思考一下 怎麼找 什麼樣的企業或什麼樣的產業 出現那種復甦的契機 渴望開始 現在開始走出一個波段了 你現在買會買到一個大波段的 大底部區的 你要想一想思考這個問題 那我會陸陸續續提供給我的客戶 請他們把資金布建在 準備走 足底完畢準備走大波段的標的 那其中你看 所以我說我曾經跟你講過的標的 我們就陸陸續 因為波段操作這種東西 它不是一兩天就是波段操作的 波段操作這種東西 它是要用時間去證明的 那所以我們之前 像八月份我們所講的標的 八月兩檔 八月那兩檔的一個波段標的 一個是大同 一個是陽明光 那你可以發現大同也拉上來 一個波段上來 已經差不多六成了 而且這經歷的是大盤跌了兩千點 大盤修正兩千點 它漲了六成 它是不是波段型標的 它是 而且很多人納悶為什麼 當大同漲了六成之後 大家開始去想 原來它是 這個切入了這個電動車 算是電動車的概念了 所以又開始跟它畫夢了 漲了六成之後 你才去講說它是電動車概念 我覺得有時候我不能說你慢 而是市場永遠是這樣子 當你們知道 當你們消息傳出來之後 那其實都是因為它已經漲了 你們才會去探究 它為什麼漲六成 對不對 那當然我認為大同還沒結束 所以波段的一個格局沒有改變 因為我曾經講過 我說你用現在的 你用過去的角度 去看現在的大同是不對的 過去大同跟現在 跟未來大同是不一樣的 現在開始的大同跟未來的大同 絕對是走複數成長的 所以股價為什麼可以走了六成 對不對 一波上來 其實這是前幾週印下來字卡 其實它已經創高了 其實它的周線又拉長紅又創高了 已經六成了 可是問題是在八月份的時候 在八月這一波準備拉上來 走六成的這個波段格局的 這個位置的時候 當時我們就已經先提醒你了 波段穩定持有大黑馬 那當時八月份 如果你真的有來操作的話 你可以買在哪個位置 你可以買在波段起漲位置 股價經過修正之後 足底整理之後開始啟動 這是什麼大同 你不要拿過去大同 過去大同股價在修正 因為它反應的是基本面不好 對不對 基本面可能沒有爆發性 修正 那你拿過去大同去解讀未來大同是不對的 它已經出現一些蛛絲馬跡 告訴你我有機會了 好 這是大同 那我今天主要時間 我不會跟你講太多大同 因為八月份該講我就講了 那當時如果你有聽進去 把握住機會 把你手動的資金挪個兩成 去買進大同的話 你那兩成資金現在賺了六成 對不對 好 那再來呢 八月份我跟你講 另外一檔標的今天又漲停了 哪一檔標的你們都很清楚了 三五零四楊明光 今天又漲停了 然後你從週線角度去看待它的話 你看 它其實上週創新高 上週創新高 然後呢 本週又拉上來了 又又 可能 這個禮拜 看明後天有沒有機會 又再創新高上去 所以 一個波段 一個波段的操作 它為什麼能夠走一個波段上來 對不對 它是不是之前做一個修正 修正一段時間之後開始主底 對不對 修正之後主底 主底之後開始翻多 開始走一個回升 有沒有 一波一波上去 所以它每一波都可以過高 每一波都可以過高 每一波都要過高 那到今天呢 又拉漲停板 那陽明光 當時我們在講的時候 你看當時如果你有拿兩成資金 去買進的話 當時我就說過了 股價修正之後 開始主底 主底之後呢 我們這邊做一個最後整理 做一個收斂 買點在這邊 波段買點來了 去買一定賺 有沒有一定賺 一定賺 那我說過它的EPS 激增139% 勢率攀升 所以種種跡象告訴你 其實它這場標的已經 不是過去的陽明光了 我常常講 如果未來的陽明光 如果現在開始的陽明光 跟未來陽明光 已經不是過去 你們所了解的 那個陽明光的話 它進入重新的一個復甦期的話 你就應該等待這種位置出現 然後呢 把資金買進去 一個波段操作上去 所以你看 波段操作就是這樣子 你不是一兩天的 你不能講一兩天 要決定一個波段成型 那是不對的 沒有人這樣看的 一定是要給它時間 有時候看兩個月 看三個月都無所謂 甚至你要看半年 回頭一看不得了 漲一倍的機率率很高 對不對 因為你看大同 八月 九月 現在十月 兩個多月的時間 大同漲六成 那如果給它三個月 給它四個月 給它到半年六個月的話 有沒有可能 未來再一波上去 可不可以到一倍 不排除啊 對不對 你不能夠預設立場 只要籌碼沒有鬆動 你不能夠預設立場 說因為它漲多少 所以我看空它 看不看空 是看未來的績效 未來的財報數字 看不看空 絕對不是因為它漲了多少 所以我看空它 絕對不是 看空要有看空的理由 那看多走波段 要有看多走波段的理由 原因就是因為 它露出了蛛絲馬跡 重新進入復甦期 這個很重要 陽明光也是如此 好啦 陽明光今天要漲停板 那今天我再跟你討論 另外一檔標的 另外一檔標的是今天 也是表現很強勢 那我現在給你看 你不要拿過去的 這檔標的去看未來的它 然後你再看它的線型 你會發現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一檔股票走波段起來的時候 都是一模一樣 這是誰 這是宏達電 宏達電今天是不是強勢 當然強勢 漲停板 一大倒就上去了 一大倒就漲停鎖了 那漲停鎖 那問題是 宏達電你的印象是什麼 你一定說它是 嚴守一直下來 一直走下坡了 這家企業從以前的股王 到現在好多年了 這麼多年了 對不對 可是我已經講過了 就像大同 你一直拿過去大同去看現在跟未來的大同 結果你是錯的 它漲六成 因為它切入了電動車的領域 所以我說當你搭上一個成長 產業成長的一個趨勢的話 那其實就有機會搭上那個趨勢之後 把一家企業整個體質調整過來 重新進入一個復出期 這個很重要 就形成一個波段了 那陽明光也是一樣 對不對 你一直拿過去的陽明光 告訴你說不能 不是很理想 可是問題是它股價呢 你看喔 它的股價呢 修正之後呢 足底已經要上來了 這個跟這個像不像 修正 長期修正之後開始足底 足底之後呢 翻多 然後做整理 這樣上來了 這不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那宏達電 是不是可以持續去追蹤它 那如果它 如果它 短線這邊又有機會拉回呢 短線又有機會拉回呢 其實我講真的 是可以再把握機會 再多買一點都可以的 那今天它拉上來了 我拿來跟你報告 像這種標的 是不是剛上來 對不對 而且是大家都認識的 大家都認識的 宏達電 就像大家都認識的 大同是一樣的嘛 你不要再拿過去的宏達電 去講它未來會怎麼樣 那是不對的 你要真的去研究 去了解 這家企業 耳後如果越漲越多的話 市場就會給你利多了啦 就像大同啦 耳後越漲越多 市場就會給你利多了 宏達電 包含最新公布的營收 是創高的嘛 所以你要去研究 為什麼它創高營收 那這個營收創高 能不能夠是不是一個 一個延續性的一個成長的契機 去了解 你要真的去了解 比如說研究員 你真的去了解 拿回來的珍貴的資料 第一手的東西 而不是看到股價 未來越漲越多之後 市場丟利多給你看到 給你聽了之後 你再決定去研究宏達電 太慢了 為時以往 那所以操作股票要做波段 你就要在一個 我常常講就是很簡單的概念 它為什麼可以跌的這麼多之後 開始足底 對不對 很簡單 為什麼它可以足底不跌了嘛 然後這邊一個拉高 整個趨勢怎麼樣 翻多 整個下跌趨勢一個翻多之後 做最後整理 集結之後就上來了嘛 對不對 所以它現在上來了 我今天跟你公開一下 宏達電 然後如果還有機會 再修正 當然還有機會再修正 再修正 那如果有不錯的機會 再買都可以 所以宏達電 是我經常帶各位去認識的 了解一下 跟大同跟陽明光的 形態很雷同 就是你用過去來看 你會覺得它 甚至我講白點說 你對它沒興趣啦 但是問題是 你知道它之後的發展嗎 你知道從現在開始的它 跟過去的它是不一樣的嗎 所以你真的有了解嗎 所以很多人就是 沒有實際的去了解 去追蹤一家企業的改變 成長 或者是轉型 或調整體質 所以你不可能在底部買到股票 這時候很可惜 可是能夠在底部 買到標的的投資朋友 往往一檔標的 輕輕鬆鬆 只要一啟動 開始啟動 三成五成就上去了 那個獲利速度很快 而且你買的時候 因為市場目光焦點不在這裡 沒有人跟你搶 你就慢慢買都可以 趁它跌下來 你去低階都可以 一開始出席就是如此 當它慢慢墊高 慢慢墊高 越走越多量開的增溫的時候 越來越熱鬧 走到某一個階段 就噴出了 那一旦噴出你的獲利就怎麼樣 就直接從一倍起跳了 可是初期 你要懂得 察覺什麼樣的標的 已經進入了波段買進的時機 就好比現在這兩天 本週我一直跟各位報告什麼 本週去留意一個產業 我敢說啦 你現在買這個產業啊 例如像這場標的 絕對是波段最低啦 絕對是波段最低 可是問題是市場會注意它嗎 不會 所以沒人跟我搶 我們就慢慢買 客戶都知道 反正就是慢慢買 本週 如果你想要買在某一個產業的 標的的最低 那就是本週趕快去買這個標的 買最低的好處是什麼 這不用我講了吧 你一定賺 對不對 買在最低 我不敢說是買在最低價 就是說 以週轉折的角度來看的話 買在一個週轉折的最低的那一週 你是一定賺的嘛 保證賺 絕對賺 對不對 而且是賺最多的人 就是本週買這個標的的人賺最多 所以我這麼 我敢這麼肯定的告訴你 本週買這個標的一定賺 原因就是因為我可以跟你確認 從 我們先從技術面來看 它就是進入一個週轉折的 確認點 那你本週不買 那你下週開始可能就買的價位 就比較高了 然後呢 再從另外一個面向 從財報 從基本面去看 就是我講的 如果一家企業 還沒有什麼轉型契機 或者沒有什麼體質調整 或者什麼復甦的機會的話 那當然你根本不用去考慮它 可是如果它的位階 它的走法一定告訴你 我經過修正期結束 進入主底之後的買點 到了 本週買一定買最低 然後呢 你去看財報 營收也創高了 對不對 EPS也回升了 其實這些數字很關鍵 它真的讓你看到東西 看到東西的股價還沒有上去 那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機會 然後呢 又調漲價格 調漲價格對一家企業 或者是一個產業來說 它絕對是一個復甦的 一個關鍵因素之一 這個你不得不去 你不得不去在意這個東西 你不能單獨沒看到 你這個產業看調漲價格 那我單獨沒看到 反正你們過去都表現不是很好 我去看別的 我去追今天漲停的 你不能這樣做 你單獨沒看到的話 你極有可能錯視一個 能夠幫助你 可能在幾個月後 你所投入的資金 能夠賺兩倍三倍起跳的標的 你可能會覺得太誇張 不太可能 我現在投入一百萬 幾個月後 我這一百萬變三百萬回來 你會說怎麼可能 什麼事情呢 你都不要預設立場 就是很多人預設立場 所以一錯過 只要再錯過 不斷的錯過 第一桶 報價上揚 所以整體毛利率上調 那代表這個產業不一樣了 報價上調 所以當時這裡買 修正之後 主體開始做最後的集結 準備上去嘛 對不對 那當時有買的人 是買在什麼位置 在這種位置 幾個月後 從十塊不到 標到七八十塊 一百萬投入下去 絕對不是變三百萬而已 對不對 可是一初期一上去 就是一百萬起碼變三百萬吧 再來一段起碼變六七百萬吧 所以 越是不起眼的 越有可能 讓你翻身 越是不起眼的東西 在波段角度來看 越有可能讓你翻身 那問題是 你怎麼知道可以買 因為它會上去前 一定有蛛絲馬跡 做波段的人 就是要去看這些東西 確認的訊號在哪裡 鋼鐵 威智 這個產業 調檔價格了 懂的人已經在進貨了 有沒有 那我就告訴你 趕快買 要特別留意囉 越是不起眼的 你越是覺得質疑的 越有可能幫助你翻身 這樣一百萬下去 難道沒有辦法變三百萬嗎 從十塊不到 從七八塊的股票 變成四五十塊 不是一百萬變三百萬的問題 是一百萬變五六百 當初買的時候 你有想過嗎 你絕對沒想過 可是越是不起眼 越是足底到 某一個極致的階段的股票 一旦上去 它上去所帶的題材 是整個產業 或整個企業的復甦 我告訴各位 你不要說賺三成 五成就覺得很多 你錯了 所以我們既然是在 足底的尾聲去買 我們要的 絕對不是說我三成五成 我就覺得夠了 你懂嗎 如果說賺三成就夠的話 你去做價差交易 絕對也會有三成 兩成三成的獲利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我們不是要那個東西 我要在底部區 我要在底部區 我要波斷獲利的話 我絕對是挑戰 要倍數的 可是要倍數 你要有一個條件 你不是喊 又喊的時候 我要賺倍數 那對 那你要做什麼樣的標的 能夠有倍數的機會 就是回到現在我講的 一個產業的復甦 2015年開始回檔 回檔這麼多年之後 現在我跟你說可以買了 這個產業你要留意 本週去買至少這個產業裡面的 這家企業 本週去買一定是買最低 未來我們就來驗證 營收創高 EPS都回升了 已經看到東西了 調漲價格也看到了 你還不買 所以這個標的 我說我建議你 我不知道你總資金多少 我都起碼拿個兩成資金 來買這場標的 願意拿兩成資金 你竟然布局這個標的的話 給自己一個翻身 資金翻倍的機會 如果你從來沒有一檔 股票賺幾倍的話 沒有那種經驗的 我帶你體驗一次 我帶你體驗一次 你要體驗一次的話 請你把電話撥通 不限名額 我們的波段超級班 歡迎各位 該買趕快買 本週就是要買它 我們待會再回到節目現場 保護家人健康 Panasonic洗衣機 最高榮譽肯定 小手第一 Panasonic 大華國際投庫 2362-8000 哎唷啊 你怎麼說聲說聲 我怎麼吃安眠油啊 嘿 安眠油啊 安眠油啊亂吃是很危險的 要治療市民要對政路由 吃香燕白鴨肉丸 鐵鐵開鴨市民 讓你好睡 好路面 效果確實好 香燕白鴨肉丸 安心要吃 大華國際投庫 2362-8000 哎唷 求人啊 你怎麼穿這麼少 人就愛水不怕老皮水 啊 求 感冒囉 求人的客風鞋 多多好 四百萬年歷史的天秤路線 怎麼會這麼來啊 聽四百萬年 又算剃腿啊 參目水洋酸甲脂 薄荷 維他命E 鬆快 你算聽 真輕鬆 大家都愛跳笑的地 桑龍趴死 皮三米豬 治療衛食道逆流 PPI是我最重要的指導藥方 像關水龍頭一樣 把衛生把它關住 一天只要服用一次 大概一到三天 就一定會有效果 碧瑋康 含醫師最常處方成分 衛食道逆流 銷售第一品牌 碧瑋康 麻腦是罵人家 不乖愛闖禍 人家想抓到麻煩出的時候 好 放心交給爺爺處理 您猶葬今年76歲 又出征了 周一至周五下午5點至6點 櫻桃小丸子 掌握市場先機 總是給您獨到投資建議 每周一至周五三點 浮海飛揚葉子洋 股視看中序 帶您掌握市場趨勢 歡迎來到節目現場 所以操作股票有時候 我真的覺得說 有時候你既然是在證券交易 這個市場做做交易 那你一定要先想清楚 到底這個市場 你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什麼樣的心態 在這市場裡面做一個買賣交易 我看到的是很多投資朋友 很可惜啊 就是你或許在好幾年前 你出入股市 第一次進來 然後你去 你當時心態我說 絕對是正確的 通常投資朋友進入股市的 最初的心態 一定是正確的 最初的心態通常是說 我要找一個好公司 業績很棒的 我買下去 然後我要賺一賺 然後期待它股價漲一波段之後 我可以大賺 做投資 對 一開始出席 大家都是抱持著這種心態 本來就應該是這種心態 否則為什麼 我們主管機關要求 你上市櫃公司 你要定期的去公佈你 對外公佈 公開你的一個財報 讓一切透明化 為什麼 因為要讓投資人知道 你好不好 你好在哪裡 你不好不好在哪裡 你有沒有什麼機會 然後我們在考慮說 要不要投入資金 投資你 這是最原始證券交易的邏輯 就是這個 對不對 那如果你有本事找到黑馬股 一家企業準備付出的初期 你找到它了 你投入資金去佈局 買了之後 它一個付款上去 你賺好幾倍 這是你應得的 對不對 可是後來不是啊 後來不知道怎麼回事 整個市場九成以上的投資朋友 不是喔 原本是這樣的想法都改變了喔 都跑去學人家做當衝隔日衝 做什麼衝什麼衝 多空雙向什麼衝 都來 什麼交易法手法都來了 搞到最後呢 受傷了 受傷了又有一群人呢 開始回過頭想 我事實上應該是找個好公司 之間投入下去就好了嘛 對不對 我在底部去穩穩的底部去買進 等著未來它慢慢長大之後收成就好了嘛 所以我說當你受過傷之後 你會回過頭這樣想 你還有機會 如果你受了傷了 你還不這樣想 那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跟你 跟你苦苦跟你 跟你勸你去改變做法了 拉回到最正規的做法 才是真正最正確的做法 所以你看 你說股市研究重不重要 如果你不去做研究 你只有可能找到一家一個產業 像鋼鐵正在準備進入複輸期嗎 出期的現象嗎 有沒有 你不可能找到的啦各位 全市場當時只有我們在跟你講鋼鐵來了 機會到這邊了可以買了 只有我們在講 如果你真的 你說產業研究不重要 那報價上揚的我們發現的 股價進入了一個什麼 修正期結束之後 足底到最後的整理 準備上去的這個階段 有沒有找到 有啊 那你說難道產業研究不重要嗎 要不要做產業研究 當然要 因為產業研究會做的人啊 他可以領先看到一些訊號 當你可以領先看到 復蘇的現象的蛛絲馬跡 看到的時候呢 你就能夠買在最的 最底部區的足底尾聲 準備起漲錢買進去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操作股市的觀念 航運有沒有 後來不是很熱嗎 可是我在109年 12月就跟你講了 我絕對是第一個向你預告 後來呢 你得到印證了 有沒有 產業研究重不重要 一家企業的研究重不重要 光耀 我說要成長轉機 它有什麼什麼跡象 股價在這裡躺平的 還沒上去 趕快趕快進場 結果呢 在這裡跟你講的 結果呢 455% 4.5倍 你說產業研究重不重要 你說企業的研究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 一個產業已經在調檔價格了 而且有一家公司 在這個產業裡面 它已經EPS回升了 營收創高了 我給你保證 本週去買 絕對是買在最低的這一週 我既然本週去買 會買在本週 週限的 週K的最低這一週 我為什麼不去買 買最低這一週是保證一定賺 一個波段未來啟動之後 絕對怎麼樣 絕對是翻倍的 那不是五成起跳 絕對翻倍的獲利 獲利物標絕對是一倍兩倍起跳的 我為什麼不去做 所以我請各位可以準備兩成資金 更多都無所謂 起碼兩成資金來買進它 開放給各位體驗 兩成資金來重壓它 來買進它 買一個大波段的標的 好不好 把電話播通 歡迎來我們的超級波段班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